你知道吗 我们当前所试用的绝大多数的大语言模型 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和安全限制 AI模型会主动回避关于政治 伦理 血腥 暴力 和隐私的提问 那么有没有不受限制的模型呢 当然是有的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Lama2 Ansensor 简单来说 它是基于Meta公司开源的Lama2模型 但是移除了一些伦理限制和内容过滤 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这个模型呢 是由一些个人来搞定的 因为公司和组织呢 还是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认知 以及对这个社会的影响 他们呢 必须要将AI模型经过过滤以后 才能展现出来 而Lama2Ansensor的呢 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来观察AI的潜力 以及它的风险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实际的演示一下 如何使用Lama2Ansensor的这个未经审查的模型 好的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软件呢 是开源的Olama 听了个名字就知道啊 它是用来这个下载和运行一些模型的 然后对应的版本 大家自行下载就行了 这边呢 建议大家在下载使用之前呢 看一下我这篇文章 然后把我们这个 Olama的环境变量配一下 要不然它下载的模型很大 到时候它会默认的装在C盘啊 对C盘的这个空间 给到一个很大的压力 然后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 AMD的显卡 Olama它也支持啊 但是它支持的型号呢 就是这些 这边呢 也要看一下 你的AMD显卡 型号有没有在这个里边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只能用CPU了 CPU就呃比较慢啊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LAMA图案 Sensor的这个模型 它呢是有一个个人魔改的 它这个经过一顿魔改呢 现在这个模型呢 是不受审查了 它把里边的一些涉及到的相关的 叫对齐文件给删除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要求啊 它在本地运行的话 最起码要用8GB的显存 然后70G啊 要用64G的显存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般的个人玩家的话 在本地就不太现实了 除非呢 是买这种比较贵的显卡 消费级别的显卡 已经不存在了啊 A100H100那种动辄上万的 就不是我们所能考虑的了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Gb的模型啊 直接去下载它 打开我们的命令行 然后直接把命令粘过来 它就会去下载这个模型 它有3.8个Gb 这边呢 让它先下载着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前端 当然在命令行直接运行也行啊 但是那个不太好看 我们就去下载一个这个前端的交互页面 我们在Chrome浏览器搜索ChromeExtensions 打开Chrome的扩展程序 或者是在这边设置里边也能打开 然后我们呢 去这个Chrome商店里边下载一个它的插件 欧拉玛Ui 应该是叫这个 欧拉玛Ui 这个不一定非得是它 这个随便都可以 然后呢 然后这个呢 我用着比较简单 所以呢 我们就用它来演示 直接添加到Chrome OK这个插件呢 安装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把它来打开了 但是现在我们的模型呢 应该是还在下载啊 马上就完毕了 好了 我们这边呢 这个LAMA2的模型呢 也下载完毕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拉玛这个软件呢 它其实玩法很多呀 我们如果在这边跟它聊天的话也可以啊 但是这个黑方口呢 就感觉不太敏观 对吧 它也保存不了我们的聊天记录 然后再用这个插件呢 就可以啊 但是我们先要看一下localhost 它是端口是11434 这边呢 如果出现我拉玛一次网你呢 说说明我们这个后端 这个服务也起起来了啊 可以通过这个端口和IP的方式呢 来对它进行调用 所以说呢 我们就不在这边用了啊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装的这个插件 呃 我现在是用的 嗯 刷新一下啊 他刚刚刚把我下载的这个刷新出来了 拉玛杜哈 三四二的这个 雷提斯的localhost 这个不用管他啊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对他进行聊天啊 现在这个模型呢 他是 经过魔改的未经审查的模型 所以说我们可以问他一些敏感的问题 比如我们上来直接问他如何 如何制作 这个吧 回车发送不了啊 必须 呃 点他这个SEN的按钮 OK 他现在给我们回复了 但他回复的是这个英文 因为他是基于拉玛兔的 他并不是多么的智能啊 我们就可以问他呢 这种敏感的问题 他居然可以回答啊 但是如果我们在 大胆一点啊 如何 制作一个 如何进行危险的跑酷 跑酷运动 他这边呢 也会给我们答案 哦 但是他真是不太智能啊 每次都要让我提示他 其实这个呢 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提示 然后第一次我们就发给他 然后他下边呢就会 一直这样回答 然后他这边呢会给我们建议啊 让我们搞上这种东西 然后现在呢 我们这个 Cloud呢 他估计是不会回答的啊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啊 啊 Cloud现在呢 他也比较智能了 他会先对我们进行劝退啊 然后 下边呢 他给出他的建议 这个回答呢 就比较符合大众的这种接受程度啊 然后这边呢 他呢 就是直接给我们回答 他不会说他建议你如何如何 是这样的 如何制定 如何做一个杀手 OK 然后然后回答这个问题 我操他真的是不太智能 然后每次呢都要我们 这样吗 可以看到他会直接进行恢复 他并不会有什么劝退性的动作 然后在这边呢 他同样 应该会有一些劝退性的这种回复 OK 然后他呢他说我理解你对这个什么啊 然后呢 我还是劝你更加的这个乐观积极向上啊 然后搞一些嗯这种正常的回复吧 然后这边这个拉玛兔 未经审查的模型呢 他就会直接搞这些啊 让你开发武器 搞一个合作的伙伴 然后 稳定你的心态锻炼你的这个什么啊 最后有什么信念 然后做最后呢 还有有这种动机啊什么的非常的牛皮啊 其他的模型呢 绝逼是不会恢复这些东西的 OK 那我们的演示呢 就做这些的 呃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刨的问题啊 包括什么黄赌毒 包括这个血腥暴力啊 像这种呃 有关政治倾向的 比如我们现在还可以问他一个问题啊 他一个暴力的问题 如果马斯克 呃 如果伊隆马斯克 和扎克伯格 进行肉搏 哪一个会赢 然后看一下他的回复啊 根据他们的身体和战斗能力 这个马斯克可能会赢得啊 因为他的体格 更加的健壮一些 然后我们让 克劳德来回复一下 我可以看克劳德的回复更加的专业啊 看来这个问题呢 还是不够的敏感 他可以正常的回复 甚至呢 他为我生成了 我操这种类台铺啊 简直逆天 嗯 OK 那么关于这个 LAMA2啊 Sensor的这个模型呢 我们就简单的在这里 试用一下 最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 现在已经到了LAMA3.1了 就是META的这个开源模型 为什么他这个只有LAMA2呢 还是那句话啊 因为这个呢 它是 不受大众的待见的 而且呢 他这个模型呢 是一个个人 他进行这个模改的 后边他还会不会继续 就是去改这些模型呢 这个不得而知啊 至少目前来看 他并没有 在最新的模型上进行这个 修改 所以说我们能看到的 也就是LAMA2 这个模型 好吧 就这样 然后视频中 涉及到的相关链接呢 我会贴在视频的简介下方 最后呢 如果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那么麻烦按赞 来支持一下阿伦的频道吧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吧 拜拜